他们租了很多间房间 这是我们演员休息和化妆的地方 我的服装也换上了 妈妈担心你离开这个枕头 因为脚步变得很深 还有你脚开 还有我很远 肩 我说肩 还有 肩 距离是吧 脚 这是尺 多少尺 所以我要把我的 Chris也早一点 送到学校去 平时的话没有那么早 平时可能要再尺 40分钟 所以我这40分钟就是我从家里到那个location的车程 40分钟 有点远 而且今天call time是8点半 所以 第一 实际上是第二天 但是连续的是第一天 Chris 待会我要去拍戏哦 你想我吗 你想我吗 还有你们看到今天我穿的衣服好像跟平时穿的不一样 这是细衣服 这是我这个角色要穿的衣服 因为衣服都全部交给我了 所以我就今天就穿好衣服 直接就开过去 这样省去很多 吃衣服 换衣服的时间 刚才是7点十几分 到了学校 对面的我朋友家 帮我去送到学校 因为提前学校是不接 不接 不接受学生进去的 没想到 也认他一直不想下去 一直不想下车 就跟他一直在磨啊磨啊磨了好久 磨了有20多分钟 半个小时 最后才慢慢同意下车 但也不容易进去教育 小孩的想法有时候真的 要很有耐心啊 跟他去交流才会懂一点 但有时候你真的是很多时候都不懂 或者说是误解了 所以他会有这种反抗 反抗 就是很不情愿啊 很不高兴 反正刚才我也是一直在忍 忍住啊 控制我的情绪 因为如果是按照以前或正常来说的话 肯定会发脾气 就会把他给十斤的扯下来 把他给抱进去啊 但我觉得这样不是一个好办法 这样的话 虽然是搞定了 但是 但是他可能会给他造成一些影响 不容易 如果做父母的 你没有这样的体会 或者有更好的方法 麻烦给我提提建议 这个点的话是很塞车的 所以就 开的也挺慢 然后现在 呃 有点迟到了 呃 不过还好就是衣服服装这边都穿好了 可以省去很多时间 然后 希望能路上再顺利点啊 这已经到了迪士尼的区域了 这个范围了 然后我们这个第一个location 就在这附近的一个酒店 这边环境都挺好的啊 这个轨道 你看这个桥 就是 呃 迪士尼的那个 呃 叫做火车吧 小火车 或者说是轻轨 那个小 嗯 到了到了 就是这个酒店 在后面 看他们 这个 呃 它折住了 后面是他们的器材车 然后 好像看到他们在那 那个房间吧 可能是 好了 待会我们就马上进去了 所以就到了 现场拍摄的时候 可能 我拍不了太多东西 因为在 要演嘛 所以的话 待会有机会再跟大家聊 嗯 你看我们的 大厢 小厢 嗯 自己带着道具 就在那边 这个房间 嗯 他们住了很多间房间 嗯 这是我们演员休息和化妆的地方 我的服装也换上了 这是第一场戏的睡衣的妆 嗯 麻烦担心你离开这个枕头睡不好觉 毕竟出墙已经大了 所以他让我一定得把他带过来 不松的 其实他就是刚刚好的 其实他不穿 不搭腰带是最 就是 适合他的一个穿法 就是 啊 我觉得这样 在那边 在那边需要摘毛鞋 因为角度变得很 就我觉得观众不会注意 我觉得如果送你这个有点 那我喝就喝 等开会来来跟我说 嗯 走 因为我被冰走 ok 这个错 这个错 我自己跟我说也很带一个 我有我在家 然后冰箱都没带吧 嗯 对 然后那没有口袋 房间里有 这个酒店应该是有冰走的 对对对对 嗯 可爱 大吧 嗯 嗯 啊第一个小的 你开玩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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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 比较是 我们 准备的还挺充足的 然后也 referral了好多次 大家几个人的 关系都 就比较融洽 就 所以 好 哦 我一开始以为我今天是拍一整天啊 没想到是半天就拍完了 现在是三点半拍完了 然后可以先走 他们还在忙当中还正在拍摄拍女儿的戏 他一个人的戏 所以 今天就这么拍完了 我先走喽 明天再继续吧